香港民然在今年2月初以電話訪問約500位香港市民 調查他們對本港政黨的提名 結果在沒有任何提示下 最多受訪者提起的政黨是民建聯佔22% 而民主黨雖然被去年統一調查下跌2% 但仍以12%成為第二多人認知的政黨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 民主黨能夠在沒有議席和公開活動下 仍然被市民記得和提起 反映出民主黨相對溫和務實的形象 仍被市民所記得和認同 另一方面也與民主黨遭受打壓 令市民更懷念這個政黨過去以溫和理性的方法 長期爭取民主 展現出銀力、理念和做法得到很多市民認同 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 民主黨近年雖然未至於清零 但亦已經清了很多 但仍然會被市民記得 感覺非常奇怪 但亦非常感激這些市民 他又指民主黨近年遭遇不少挫折 包括有黨友因初選案被捕 未曾定罪就已經被囚超過兩年 甚至連舉辦春銘都有困難 不過一眾黨友仍願意繼續堅持 反而能夠為社會帶來堅持的信息 他又說如果他日的區議會選舉是公平公正 相信會有黨員參加 劉慧卿希望當局能夠令香港人 真正選出自己的代表進入議會 相信街時民主黨的民調評分會比現時更好 又希望民主黨能夠在合法、合情、合理之下 繼續生存 並希望社會能夠給民主黨一條生路 喂喂,看完米酒住,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